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隔十米就有一个客服指引路线 即便是来探亲的人也享受到了顾客般的待遇 这一开场就让宋林有了明显的好感 进到唐青房间的时候 他正在吃午餐 只见他面前摆着六菜一汤一饭 摆盆精美 色泽鲜艳 连鸡汤都看起来清爽不油腻 唐青看到宋林跟戴眼哲来了 赶紧放下筷子招呼他们 来了 快坐 随后又朝着客服打扮的人说道 可以把准备好的餐食端上来了 那人点点头张罗去了 清清 你这月子坐的真的跟女王一样啊 宋林在诺大的房间里转了一圈 唐青说道 花这钱不就是为了享受这个月吗 唐青笑道 不过呀 这还真不错 我住的都不想走了呢 也是 如果有人照顾 有人帮忙带宝宝 三餐还送到床前 换我 我也不想走 宋林无比赞同 用胳膊肘顶了顶旁边的老公 等我失望孩子 也要来这里住一住 你说 好不好 戴眼哲无奈 我除了努力赚钱还能说什么 宋林乐了 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中午 宋林又接到了婆婆 询问预产妻的电话了 还让她早点把卧室里的东西整理一下 空出一块 给月扫住 她皱了皱眉头 没说什么 到了晚上 戴眼哲下班回来了 宋林把中午的事情 跟她一说 问道 你怎么还没有跟咱妈说 我们已经订了月子中心呢 戴眼哲一挠头 缓人道 这不是又忘记了吗 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抬起头 你记得这件事自己怎么不说呀 你傻呀 宋林恨不得给这榆木脑袋一掌 我说了这事 以你妈精打细算的性格 肯定会去打听月子中心的价格 然后回去一琢磨一对比 一定会让我退了的 然后用她请的月扫 你信不信 那就跟她说 我们的钱都交完了不能退了 你觉得在你妈眼里 有不能退的钱吗 宋林访问 戴眼哲的表姐 在电视台里工作 每天绞尽脑汁的挖各种本地新闻 而庄小兰就是她的灵感来源 谁家吵架 谁家打架 没有庄小兰不知道的 如果跟庄小兰说 月子中心不肯退钱 她肯定撂了电话 就让戴眼哲的表姐 扛着摄像机往月子中心去了 这场面想想就极度的可怕 戴眼哲也想到了这一点 行吧 我一会儿去跟妈妈好好说说 宋林点点头 心头却还是气上巴下的 庄小兰是个固执的人 她害怕戴眼哲说服不了她 到头来反而被她说服 这样的事儿也不是没发生过 老公好归好 但耳根子也真是软 小宋女士 咱妈同意了 第二天下午 宋林在家里接到了戴眼哲的电话 与其林有止不住的得意之色 真的 宋林喜出望外 又好奇道 你跟她说什么了 为什么妈这次会这么爽快 秘密 戴眼哲在电话里神秘兮兮的 就是不告诉她具体说了什么 宋林到后面也不再纠缠了 反正结果达到了 至于具体什么过程已经不重要了 风平浪静的过了两个多月 宋林在某天早晨 忽然阵痛不止 戴眼哲立马把她送到了产检的医院 酸酸日子估计是要生了 果不其然 在折腾了将近六个小时后 宝宝呱呱呱落地 庄小兰在得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从家里出发赶了过来 到达医院的同时 月子中心派来的月嫂张姐已经到了 正在宋林的床前忙前忙后 妈你来了 带着上前接过庄小兰手里提着的大袋东西 招呼道 嗯 庄小兰应了一声 绕过她去看宝宝了 升级当奶奶的喜悦啊 溢于言表 呀 咱家宝宝真漂亮 晚上跟奶奶睡好不好 阿姨 张姐边忙活边说 没事的 您可以安心回家睡 晚上有我呢 那怎么行呢 有我在肯定方便点 庄小兰不同意 张姐看着也就四十岁的样子 大概是会保养 人也年轻 庄小兰见她第一面 就觉得不靠谱 比不上她看中的那个月嫂 阿姨 我们是专业的 张姐无奈 闭目仰神的纵林 听见了他们的争执 唯唯张开眼 帮忙搭枪 妈 医院只允许一个人配床 你叫钱 容易被吵醒 还是让张姐来吧 庄小兰正想开口反驳 背旁的戴远哲 以帮忙采购母婴用品的理由拉走了 这老公啊 还是有点用的 在医院住了三天后 月子中心派了专车 接宋林一行人过去 因为月子中心 提前接收到了松林的暗示 所以庄小兰再次要求陪同入住无果 只得让带远哲来陪 这个月子坐得确实舒服 睡到自然醒 衣服有人洗 房间有人打扫 连饭都是坐好端到床前的 宝宝呢 更是有人24小时看着 真是女王般的待遇 跟月嫂理论月儿知识外 哎呀 不要这样给宝宝洗澡 会着凉的 阿姨 我们这边是有测定水温 跟空气温度的 不会让宝宝着凉的 暖气开大一点 我站在这里都老 别说宝宝脱光光了 阿姨 我们的体感跟宝宝是不一样的 我们觉得真好暖了 对宝宝来说 可能已经是烫的程度了 这样类似的对话 每天都会上演 一开始张姐只是有点生闷气 到最后实在受不了了 跟宋林吐槽了几句 希望她能跟庄小兰来说说 宋林应声下来 找了个没人的空档 宋林拉着正要去 盯着张姐的庄小兰 好生好气的串道 妈 我跟您说件事呗 您能不能少说张姐几句 她做这行二十多年了 虽然是有经验的 你这样说她 她面子上也挂不住 什么叫她面子上挂不住啊 那她做得不好 我肯定要说的呀 不然花这么多钱干嘛 我知道 但是按照她的方法 宝宝也成长得很健康 你们都是有经验的 只是方法不大一样 宋林觉得头都大了 等她做错事了 你后悔都来不及 庄小兰撂下一句话 扭头就走了 看得出来有情绪了 宋林倒是松了口气 希望庄小兰能消停几天了 但是她低估了庄小兰 第二天她又乐呵呵的过来了 只是这次好像真的听进句话了 不再跟张姐对着干了 宋林再次放下心来 享受着月子生活 只是平静日子过了没多久 又出事了 宝宝有点 正常气 夜里睡不好 哭了一宿 张姐哄了一晚上 天亮了 宝宝才睡去 张姐得了允许 去她自己的小堂椅上 打了个盹 正好庄小兰来了 很自然的就接手了 照顾宝宝的工作 她也乐得开心 小脸 你快过来 真是出大事了 下午四点多 庄小兰忽然抱着宝宝 乍乱乎乎的冲进房间 对着宋林喊道 吓得宋林心一刹 盲问 怎么了 你快看 她抱过宝宝 解开小衣服跟纸尿裤 指着一处发红的皮肤 宝宝红屁股这么严重 这个月子中心太无良了 宋林定睛一看寒真是 稍微碰一下 宝宝就哭个不停 让人心疼 之前都没有这样的情况 这是怎么了 她一下子就慌了 马上把正在属睡的张姐 喊了起来 张姐 这是怎么回事啊 张姐睡眼惺忪 还分不清楚情况 宝宝红屁股很正常 什么正常 这么红 这么严重 哪里正常 宋林一下子就火了 自己这么相信张姐 她却对宝宝的红屁股 这么漫不经心 张姐被她遗憾 立马给清醒了 知道自己可能说错话了 赶紧去检查宝宝的情况 宝宝的屁股虽然是红 但是好像伴随着颗粒感 更像是过敏导致的 只是她现在还不能判断 如果说错了 更是火上添油了 行了 马上把负责人叫来 宋林被宝宝哭得心乱了 大吼道 张姐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抚 只能先去叫经历 女经理得了信 不到半小时就到了 仔细询问了情况 那么宋女士是希望换掉 张姐吗 宋林还没开口 中小兰抢在前头 不用换了 我们回家做月子 你把全款退给我们 不好意思 我们家呢 没有退全款的规定 您可以选择更换月扫 或者退剩下的钱 经理不卑不康 你们这里这样的服务 我们不满意 你们不退款是吧 那我叫第二台曝光你们 黑心 张小兰来劲了 拿出手机就要打电话 妈 宋林这会冷静下来了 轻轻扯了扯 张小兰的衣角 退全款过分了 我们换个月扫 算了 不行 你看给我们宝宝受的罪 不可以就这么算了 张小兰斩钉截铁 她冲着经理说 我侄女是第二台的 一个电话马上过来 你如果不想被电台播出去 马上退全款 月子中心是打开门做生意的 口碑很重要 好不容易滴散起来的好评 总不能因为这一次小事故 就毁于一旦 经理想了想 犹豫了 装小兰借有戏 又继续说 我一扫就觉得 你们这里的月扫 不专业了 那个张姐 做事风风火火的 一点不细心 还不听劝告 顾客 我们张姐是非常优秀的 月扫 优秀 优秀就不会让我们宝宝屁股红成这样了 有这么优秀的吗 庄小兰耿着脖子喊 既然这么优秀 那就让全城人民一起看看好了 经理无言 喊 去把你在电视台工作的侄女喊来吧 门口响起一道声音 张姐走了进来 你做错事了还这么嚣张 你们这里还真是无法无非了 张小兰 张小兰嘲讽道 经理也愣了 一个劲的给张姐使眼色 让她少说两句 张姐不搭理 从兜里拿出一个包装 甩在桌上 去喊呢 看到时候 是谁丢脸 张小兰像是被人掐出了喉咙 忽然不说话了 松林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张小兰 心有疑虑 上前仔细打量了一下包装袋 是一个不知名纸尿裤的包装袋 张姐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问你婆婆吧 她清楚 宋林狐疑的转头 庄小兰 撇过脑袋 神情不自然 我还怎么知道 张姐看不下去了 这是之前新闻里播报的一款 会导致宝宝过敏性红屁股的 纸尿裤牌子 也真是难为你婆婆了 为了给我泼脏水 这款停产了 还能被她找到 什么 宋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清楚的记得宝宝昨天还是好好的 怎么被你婆婆接手四五个小时就红屁股了 于是我留了个心眼去翻了一下垃圾桶 果然让我找到了 还好你婆婆没有很聪明 不然我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宋林呼吸急促起来 转头问庄小兰 妈 是这样吗 我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庄小兰不承认 别为了推卸责任给我泼脏水 手段太肮脏了 张姐气得要上前理论 经理拦住了她 我们套房除了卧室 外部的房间都是安装有监控的 一会儿我查一下 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大家不用再吵了 好 我们现在就去看监控 张姐上前就要拉着庄小兰 庄小兰甩开她的手 我管你监控不监控的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经理无奈地看了看宋林 她心下已经有数 冲着经理摆摆手 不好意思经理打扰了 是我们弄错了 张姐很好 我们也不换了 小莲 你干嘛 宋林疲乏 妈 休停点吧 难道这样去看监控吗 庄小兰停了下来 站在一边 仍是用眼睛瞪着张姐 经理有眼色 拉着张姐出去 留婆媳俩 在这里 妈 你为什么这样啊 宋林开口 我哪样啊 你觉得是我做的呀 庄小兰又拔高了阴调 宋林捏了捏眉心 那个包装袋上 粘了点棕色的东西 是你今早带来的土红糖呀 这句话呢 让庄小兰彻底哑然 你就算再不喜欢张姐 也不能拿宝宝的健康来赌啊 我没有 庄小兰小声反驳 是远哲说 月子中心的合同里说了 一定不会出状况 只要出了状况 都会全额退款的 宋林死也想不到 最终原因还是太心疼钱 做个月子多花点钱 居然让她这么难受 难受到拿亲孙子做文章 宋林感觉到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光 打发了庄小兰回去 她一个人哭了很久 能拥有戴远哲这样的老公是福 遇上庄小兰这样的婆婆 是福里带着节 日子总归是要过的嘛 只是以后有婆婆在的场合 她一定要牢牢看住自己的宝宝 吃一欠长一智 她学会了提防婆婆 真的是一件非常讽刺 又可笑的事情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哦 我可以做到的